難道我們要戰爭嗎 我相信最高比例的民眾 都是不想要走回戰爭的回頭老路 來看看以色列在加薩走廊這裡的戰場 就是非常的血淋淋 加薩戰場以色列越打越激烈 一年第三次了 以色列已經發動了 陸上的武裝裝甲式 當然被說是有限的陸地的作戰 已經回到了賈巴利亞 所以是往北部的黎巴嫩 繼續在打 在賈巴利亞加薩走廊這個位置 他這裡進行了陸地的 陸上的攻擊要展現 攻擊他 想要把他整個吃掉 但是雖然大家都認為 在整個真主黨的勢力 哈馬斯的武裝部隊 似乎好像被殲滅瓦解了 但這一次 他還是在頑強抵抗當中 並沒有當時所形容 以色列所宣布以為的那麼脆弱 那麼敘利亞 他除了在加薩走廊繼續攻擊之外 南北不同的區域是多方的作戰 包括敘利亞中部 也多個軍事目標 被以色列空襲了 這個陸續攻擊的地方 包括了清真寺 包括了學校 包括了醫院 徐里亞宣布 以色列的空襲中部地區 造成了嚴重的物質的損失 講的是軍事地點 物質的損失是哪些 除了當然國防部 他講的是軍事地點 但我們看到畫面 新聞畫面上還有很多 是包括了醫院 清真寺這些地點 都陸陸續續 因為北跟南都發動空襲 一方面在發動路上的攻擊 所以以色列這個做法是越來越激烈 是不是趁著美國大選投票以前 激烈是程度是一天比一天還要高 那麼以色列是不是攔截了 射向中部對地的導彈 地對地就是說 如果地對空容易被攔截 那用地對地針對夜門的胡塞組織 這個是胡塞組織表示 曾經向以色列發動過這樣的導彈 那以色列也發了幾下無人機 這就是互相在攻擊你來我往當中 但夜門胡塞組織公開的宣布說 英美也一起聯手做了這些事情 針對他們一共做了55次的攻擊 這是由英美聯軍做出來的發動攻擊 讓整個中東的局勢更為緊張嗎 所以夜門當然譴責侵犯夜門 而中東的整個盪盪 鴻海這個區域一直沒有平靜下來的日子 當然對於蘇伊士運河 這是世界的第二大運河影響很大 根據最新埃及總統 在一個場合裡面的分析跟談話 他說整個蘇伊士運河 從今年開始收入直接下滑5到6成 比去年少賺的台幣算是多少 1930.4億 因為船隻過去偶爾還有美國英美的聯軍協助一下 可以少數的船隻安全通過 但大部分還會被攻擊 當然整個航運都受到了重大的影響 還講經濟收益 可能在萬一戰事擴大的時候 中東也就命運更不保 美國跟以色列的國防部長9號要見面了 在美國官員的方面是說 過去一年以來 美國已經認識到自己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 影響很有限了嗎 講了大白話大實話 美國的中情局局長伯恩斯甚至說 中東的局勢意外升級 是意外嗎 這個風險迫在眉睫 是非常現實的危險 也就是說當這個路上也進攻 空中不斷的轟炸的以色列 現在到底要做到什麼程度才要停 當然所有的和平協議通通都暫停了 普京出手了嗎 這個是俄羅斯出現外交政策的幕僚 公開的談話說 211是伊朗 兩個國家的總統將要見面 10月11號在土庫曼要會晤 那這樣的會晤是不是對於 接下來伊朗的反擊還要怎麼做 下什麼指導期會給怎麼協助呢 那麼因為在很多的分析裡面認為 其實普京也不會想讓伊朗真的打得太厲害 因為伊朗還是要提供他相關的武器 是不是有限的回擊 有限的戰爭跟衝突是普京的算盤 大家外界也在猜 還有一個人這個人為什麼被關注 因為他是俄羅斯軍火商 布特被稱為俄羅斯的軍火之王 上一次被受爭議的一個換服事件 為了要換回美國的一個籃球選手 把這位軍火商給換回去了 結果回去之後現在就被發現 在這一次整個中東的衝突裡面 又有他的角色 他是一個被稱為死亡商人 戰爭之王的人 馬上在斡旋跟夜門湖 塞組織伊朗這裡的武器交易 也有很多立場 所以外媒在俄羅斯立場上 大家在關注的時候 就要看看這兩個人的見面 是不是真的對支持他反擊的力量 還是取得更多的平衡 是哪一種效果 外界也在觀察 賴教授看到以色列這裡的衝突 真的是就是不停的打打殺殺 然後沒有盡頭 看起來以色列不和談了 他就要打到他爽他高興為止 我覺得以色列要好好的看一看 你對哈馬斯的做法 然後再想一想 你在珍珠島那邊 你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加沙地區相對很小 大概台北市 這麼大 這麼小的一個地方 你打了一年 有海 空 陸的絕對的優勢 一寸一寸土地的這樣打 坦克這樣壓 從北到南 從東到西 全面性的掃蕩 死亡人數非常輕 死亡了4萬多的老弱婦孺 這麼多人 百萬人流離失所 對 百萬人流離失所 一年過去了 結果哈馬斯消滅沒有 沒有 他一樣有戰鬥力 而且還對你用導彈攻擊 而且攻擊很有效 你現在變成被迫不得不 再把地面部隊 送裝車的坦克 再拉回去加沙地區再打一次 這代表什麼 效果不好 那你既然對於這個連你完全 能夠把陸軍開進去的 你都沒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夜門你怎麼能夠的福塞組織 那麼遠的距離 你已經聯合美國 英國對他 連番的15輪的轟炸 他一樣可以再打你 而且一樣可以對你美國跟英國 在紅海的軍艦進行打擊 上個禮拜兩艘貨輪還是被打到 而且還有人員受傷 而且本身已經受損了 然後拉回去 那也就是說 你美國 英國 以色列 你保衛不了紅海的安全 胡塞組織 游擊散兵部隊 你都消滅不了他 然後你現在要卯足全力 去要打擊這個珍珠黨 你即使地面部隊派進去了 你在地破你已經死亡不少人了 第一天就死亡7個人 那你想想看 你的進入黎巴嫩的 你能夠消滅珍珠黨嗎 你消滅不了的 因為你連加薩地區的哈馬斯 你都消滅不了 珍珠島的控制區這麼的大 更何況黎巴嫩本身 跟法國的關係 因為他是法語國家 過去因法國人殖民的一個國家 所以黎巴嫩政府 跟法國的關係是比較密的 因此馬克龍是反對 你以色列攻打黎巴嫩 他反對的 而且他認為馬上要停火 而且他認為不應該再供應武器 給以色列 這樣的話他當然會影響到歐盟 也會影響到北約的一些態度跟立場 那就變成以色列 他唯一的支持者 就只能依靠的像美國 然後德國的這一位納粹的後裔 他本身支持以色列 就變成寥寥無幾了 連英國都說 我本來你跟我申請要300多項武器 我現在有33項武器 不攻擊給你 這代表什麼 代表你在國際間是越來越被孤立 連你自己西方的這些國家 他也都不能夠完全的支持你的 你以色列 內塔尼亞湖你的好戰 而且你的無止境的戰爭 你已經把以色列 從我們廣大190幾個國家 對你的同情轉變成為對你的憤怒 尤其是西方國家 你看那些大學的校園裡面 那些學生在校園裡面的抗爭 然後憤怒 而支持猶太人的 支持以色列國的寥寥無幾 也就是說在一個校園裡面 我們絕大部分聽到的都是聲援巴勒斯坦 而支持以色列的人數變少了 你內塔尼亞湖 你正把你以色列帶入死胡同 好 那你現在如果要挑起 跟伊朗之間的戰爭 地面部隊不能派進去 空中的轟炸機 也飛過去的時候會有風險 因為不曉得俄羅斯提供給他 S300跟S400有多少套 然後放在哪裡 那到時候你受到的傷害會不會更大 而且你用轟炸的方法 不會讓伊朗屈服 而伊朗已經證明有能力 攻擊到你的基礎設施了 因為你的國土面積小 人口密集 你的這些基礎設施相對來講 比較密集 伊朗是比較大的 所以它是分散的 這樣的一個你丟兩枚 我丟兩枚 這樣不停的丟來丟去的時候 這個對你以色列到底有什麼好處 這個戰爭可以停止了 我覺得內塔尼亞服 如果在執迷不悟硬幹下去 只為了個人的政權保衛 為了個人的官司 貪腐的官司保衛 我覺得他把以色列帶入一個 真的是最糟糕的一個情況 委員當然以色列還是非常強悍 他揚言要去攻擊伊朗的核設施 前面打了除了加薩走廊 往北還要繼續打黎巴嫩 還要打敘利亞 幾乎全打了 現在路上地面 在美國沒有辦法控制 頂多只是縣市規模的情況之下 持續在進攻 我這樣講以色列的行為 當然是令人非常的討厭 像我在年紀我都有孫子的人 我看那小孩這種死亡 我就非常殘忍 這不僅內塔尼亞服 你晚上怎麼睡覺 拜登你怎麼睡覺 死了四萬一千多人 小小一個家煞走廊這樣一個地方 一半以上是婦孺 是婦人跟小孩 你在怎麼睡覺 你妹妹怎麼睡覺 以色列用了最兇猛的武器 幾乎都是美國提供的 尤其是打那個地道 打那個高樓 一個炸彈下去 整東大就毀掉 兩千磅的那個炸彈 全部都美國提供的 美國大概到現在為止提供 至少大概一萬五千枚 光是兩千磅的那種炸彈 所以這是不對的 不過另外一方面要講 說這個戰爭 以色列為什麼到現在敢 加薩走廊戰爭沒有聊 他又敢打黎巴倫 而且前陣子也跟伊朗 進行這樣一個鬥爭 很重要的原因 現在跟2006年黎巴倫 那場戰爭不太一樣 那場戰爭裡面 其實以色列坦白講 是沒有占到便宜的 因為黎巴倫南部 鄭主黨的力量太強大了 地下的設施 那些都造得非常好 可是我告訴你 到目前為止 他發動對黎巴倫南部的戰爭 以色列死了多少人 9個 9個 只是19個人而已 你認為這個戰爭裡面 跟2006年有什麼不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曾祖党的領導階層 幾乎全部被殺光了 三次還沒有開始 就殺死了一大半 後來就繼續瘋炸 所以死的人非常的多 所以這一次坦白講 曾祖党對以色列 沒有辦法構成很大的危害 很重要一個原因在哪裡 你射那麼多的導彈也好 或是火箭射到以色列去 大部分都被攔截到 是伊朗的這一次 我認為有些 他是沒有攔截到的 那為什麼2006年 以色列會這麼辛苦 因為當時 曾祖党射了很多的火箭 進入以色列 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那是2006年 2011年開始 以色列有了鐵窮這個系統 所以你的火箭打過來 幾乎90%以上 他可以攔截下來 所以他辯子 他沒有後顧之憂 他就拼命向前 你知道就是講那個 加薩走廊也好 加上走廊地面戰爭發動到現在 以色列死亡人數才340幾 每一條人命都很值錢 可是比起什麼六日戰爭 贖罪日之戰 對以色列來講 這個犧牲他可以承受 所以我認為以色列 不會那麼簡單的修兵 他想一次把所有事情解決掉 解決到加薩走廊的哈馬斯的問題 曾祖党黎巴頓的問題 把它解決掉 甚至連伊朗 我覺得他都有興趣 要把它一次解決掉 所以誰能夠叫以色列停下來 我認為只有美國 但美國不會這樣做 現在在選舉 沒有人敢得罪猶太人 美國公開的講 說我們現在 今天知道自己 對於以色列的影響力很有限 我們頂多只能 減少戰爭的規模跟形態 我沒有辦法控制他了 其實美國從去年到現在 針對這個中東戰事的緊張 他大概就兩點呼籲 第一點就是呼籲 道德的呼籲說 你在做打擊的時候 以色列你要小心 要人道主義的精神 不能濫殺無辜 他會喊這個 第二個是你不要讓 中東戰士升級 升級之後美國沒有辦法 幫你去處理後面的 很複雜的狀況 但是喊歸喊 真實的狀況是 10月5號 內塔亞胡在一週年的時候 他透過電視的一個錄影聲明說 目前以色列 我們的士兵在前線 跟7個敵人作戰私敵 就是包括伊朗還有真主黨 哈馬斯 葉門胡塞組織 約旦和西安都算 恐怖分子 對 伊拉克 叙利亞的什葉派民兵 這在歷史上非常的罕見 我覺得部分原因就像剛剛委員所說的 因為過去我們 若是一年前大家沒有想到 真主黨是主要目標 但現在變成是主要目標 再回頭去再把哈馬斯 殘存力量再把它做壓制 目前真主黨的狀況 我覺得還是比較麻煩 一個是真主黨 哈馬斯跟伊朗 在這七個戰線裡面 這三個應該是最重要要處理的目標 以這個真主黨而言 我們可以看到9月30號 以色列國防軍已經往尼巴能南部推進 一開始大判斷是 少部分的以色列將有限戰爭 散兵 特總部登作戰 現在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說 以色列是動用大規模的地面部隊 去做前線 再做殺 查德斯敵 伊朗也是 伊朗現在就是看以色列如何去做回應 因為按照過去的常理判斷 以色列面對伊朗的攻擊 而且180到200枚的彈道飛彈 而且造成部分的損傷 以色列不可能雲彈封清 他一定會鎖定攻擊 現在就看你要打核設施 還是要打石油的基地 拜登的講法是有點含糊的 他說石油這方面 他是在討論當中 油價馬上上來 核子設施 拜登說不希望 但是以色列內部有一些人說 就像剛才所講 目前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一不做二不休 以後沒有這個機會了 明年後年沒有這個機會了 要打要解決就趁是解決 最後就是哈馬斯 哈馬斯現在感覺有點捐複從來 所以以色列在軍事上我覺得是順利的 但在長遠的政治的目標上 我覺得還有待觀察 只能說真的的確小規模 零星的這種恐怖攻擊持續的發生 只能這樣子反抗了 但目前持續觀察中東的戰事 對 對 對